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CVA云端小客厅 Hello,我是Elaine Hello,我是Karen 那我们在3月30号的时候呢 已经在用使用Zoom直播的方式 然后来就是分享了一张创作 对对对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呢 就是用影片的方式 在呈现给没有参加到的伙伴们 没错 对,然后呢大家也可以一起参加我们后续的作品分享活动 那我们要使用到的材料呢是Project Pack 13 里面会有的工具 对,所有就是在桌面上这边所有的工具 那待会Elaine呢会教大家就是来创作一张美丽的 Five纸砖的作品 那如果说你手边刚好没有Project Pack 13的话 你仍然可以看着影片 然后使用自己的工具 那可能创作效果会不太一样 但是仍然可以去完成一张属于自己的作品 所以无论你有没有P-13都没有关系 那可是如果你想尝试这些特殊笔的一些特性 所创造出来的效果 那你可以看看这支影片 对,那我们今天会使用到的是Five纸砖 那如果你没有Five纸砖的话 你也可以用你的白色方形纸砖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白色的 对,那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就是 因为我们今天会有几个新的工具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先从白色就是最基本的先来做 对,我们可以先来熟悉一下这些工具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是请Elan 直接开始 对,Elan你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会使用到的材料好了 好,那这个是装纸砖的PP-13 所以我先暂时移开 那Five纸砖可能也蛮多朋友认识了 这个是Rentangle新的一个纸砖 应该说是所有尺寸里面 它目前是最新的 对 那它是一个黄金比例的尺寸 所以它看起来是一个长型的 那笔的部分呢 当然我们可以准备着短铅笔 然后推铅笔用的纸笔 白碳跟推白碳用的纸笔也可以先背着 那带针笔的部分呢 我拿的是黑色的 无论你想要使用01或PN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以及习惯 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三支笔 其中一支呢是幼彩笔 它的色号是800 那这一支有点像是透明色的幼彩笔 那800通常会写在条码这一边 上面会有一个数字 那这个是PP13里面其中一个工具 那等一下实际在创作的时候 会再来稍微介绍一下它的特性 以及使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稍微留意的一些小地方 好 那再还有另外一支呢就是Generous的 将军牌的Sketch & Wash 那叫做水溶性素描笔 那这一支很特别的水溶性素描笔 所以听得出来就是它有一些铅笔的特性 所以它可以干着使用 那它也可以搭配水的方式 有点像是水彩 去溶解它这些前面笔的这个颜料 来当做水彩的方式来使用 所以这一支水溶性色铅笔也是PP13 在Zentangle的系列里面第一次出现的一个材料 那因为要搭配水 所以我也会里面也有一支水彩笔 那大家也可以先准备好一个洗笔的工具 小小的一个工具 然后以及卫生纸 以备不时之需 那一开始我们在使用像这样子的笔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想要先大概一下知道它的颜色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也可以先背一张A4纸在旁边 以防不时之需 一张的A4纸 那有时候其实我是直接用白防砖来尝试 对也是可以的 或是翻到你白纸砖的背面 因为你要试颜色跟试效果的时候 你直接用同一张纸 同一种材质的纸砖 它的效果其实反而是最直接的 不会有落差 那这个就是我们大概今天所有会使用到的工具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准备创作 所以呢我们可以先把桌面大概的清空 先保留到你现在主要会使用到的工具就好 那我们一样从传染化的八步骤开始 所以呢你可以拿起你的纸砖 用你的指腹轻轻摸你的纸砖 感受一下它粗糙的材质 感谢我们现在有这样子难得的机会 然后有这么好的纸材 我们可以摸摸看它的边 Zentango的纸砖跟我们一般使用的纸 相对来说确实是真的比较不太一样 对 非常的有它自己特殊的质感 接着呢我们就可以翻到正面 所以正面是空白的这一面 也就是我们会画的这一面 那我们可以先把纸砖转成这个比较像是值得的方向 首先呢我会先用带针笔 所以无论你选的是PN或者是01都可以 好我们打开笔盖 那我们想要运用笔盖来做一些标记 所以呢我现在把笔盖放在我纸砖的左上方 大概对齐上方的边大概就好了 然后呢轻轻的做一个标记 然后这个笔盖再放到右边 一样大概的放法 也是大概的位置轻轻的点一个点 那我的点点的很小 因为我等一下要把它连成一个线 没有完全的连在一起也没有关系 所以你可以转动一下纸砖 用你的手顺手的方向 慢慢的先连出第一条线 所以现在画的框感觉有点像是针对我们纸砖的边框 去做它的Aura光环 去画一条有点像是平行的线 但是它值不值是否真的等距都没有关系 接着呢我想要帮这个框再做一层Aura 所以Aura光环这是个技巧的名字 它的定义是在你原本已经画的线条 隔着一点距离再画一条线 所以我们隔着原本已经画的这个框 保留一点距离 再画一条线 那我们在画这个光环的时候呢 请记得就是要保持着呼吸 对因为有些地方 有些光环会比较长一点 那许多伙伴就会忘记呼吸 对 所以要记得呼吸 不如是你可以像我一样直接分段 对 然后呼吸就会顺便停一下 分段我们也可以慢慢的接起来 那我们把纸砖再转回到这个方向 那我们等一下接下来要画的是一个图样 叫做Flux流动 那这个图样呢 有Rick版本跟Maria版本的 那今天我主要想要画的是 比较像是Maria版本的 那因为等一下会使用到 幼彩笔来画Flux 那在镜头下面 因为它是透明色的 所以大家可能相对会比较难 看到我在画什么 所以我会先把纸砖翻到背面 先简单的示范一下Flux这个图样 让大家可以先稍微熟悉它一下 Flux这个图样呢 它是一个有机的图样 所以有机图样的意思是 其实我们可以想像 我们生活中很常看到那些植物 所以呢我们可以先画一条 长长的弧线 是这个Flux的身体 然后会转动一下纸砖 转到我顺手的方向 那这个Flux呢 有一颗大大的头 所以我一样也是画一个弧线 一开始还不熟悉这个图样的时候 可以像这样子 我们可以分段的方式来进行 先给它一个身体 它自己一个头 那我们的笔一样提起来休息一下 接着呢 通常植物它都是会长回原本它生长的地方嘛 所以再把这颗头 那个线条再拉回你原本生长的地方 有点像一个很大的逗号 这就是一颗Flux 那我们再来练习一两次 这一次我想尝试看看换另外一边生长 那你要从哪边生长呢 当然你可以从原本你的起始点 你的底部 你也可以从你原本Flux上面的任何一处 任何一个边 一样我们先有一条弧线 接着呢 它有一颗头 然后身体再长回来 所以你可以往上长 或者是可以观察你的纸砖往下长 那你也可以使用Join比Hi的技巧 所以Join比Hi从后面画的意思是 就是当我们线条画画画画画 遇到前面的线条的时候 我们笔一样停下来 提起来 我们想像它从后面穿越过去 从大概的位置跑出来 然后它的一颗头 这就是我们今天预计要画的Flux 这个图样流动 那因为我现在采用比较同一个方向的画法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像花束 那也是我们今天会创作的一个算是主题 好 接着我翻到正面 所以我的纸砖会放这个方向 刚刚画的空我会让它在上面 那接着我会拿出我的幼彩笔 那幼彩笔的特性呢 大家打开来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你可能会发现前面呢 它有一点好像一层膜在上面的 包覆在那个笔尖上面 那就是因为这种笔的特性呢 它的墨比较多 然后也有一点是会呈现胶纸状的 特别是它干了之后 所以每一次使用之前呢 我都会把它剥一下 确保它是没有那些胶纸的屑屑在上面 不然等一下可能会带到你的作品的线条上 那你也可以使用纸 先在上面试画一两笔 确定你的笔墨出水是顺的 然后如果你是一开始就是新的 新的那个笔的时候 它上面会有一个珠珠 对可以可以可以 那那个我们昨天 我们在那个CDA才要直播的时候 有伙伴跟我们讲说 那个我们因为我们不晓得那叫什么猪 圆猪 然后呢 他说那叫做蜡头 对对对 那个要拔掉 对那个要拔掉 然后才可以继续使用这样子 好所以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也建议我们可以准备 我们可以在一个比较好的光源下面 因为这是一个透明的颜色 所以我们会透过纸张这样子反着 就着它的反光 你才会看到自己画的东西 画的图样 所以等一下在创作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会比较看不清楚 画面 那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来画 我会用声音的方式去引导大家一起来创作 那特别留意就是像刚才说的 因为它的水很多 所以无论你是压着纸砖的辅助手 或者是画的手 都要留意 如果用彩笔还没有干的时候 而我们的手不要挥到 好 那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画一个 有点像花束感觉的flux 所以我想要先给它一条缎带 我想把纸砖转过来 所以我在纸砖偏下方一点的位置 先画一条缎带 那你可以用弧线 你也可以用偏直的线条 或者是曲线都可以 所以你的缎带 缎带通常是一个有弧度的 有厚度的一个物件 所以你先画了一条线之后 再针对这条线去画它的一个aura 有一条有一点点像是平行线的线条在旁边 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好 这样子 接着来画flux 所以我的第一个flux 我会先从缎带的下方往上涨 因此呢 会使用到桌音笔还从后面画这个技巧 flux先从一条弧线开始 碰到了缎带我们的笔就提起来 想像它从后面涨出来 使用桌音笔还这个技巧 然后一样我先画了它的弧线之后 笔先停下来休息一下 接着呢 它有一颗头 我给它大大的头 然后它的身体再长回来 一样遇到缎带我的笔提起来 先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 那我会不停的转动纸砖 用我自己手顺的方式 来一颗一颗的长出flux 往左 往右 往上 或者是往下 所以这一切的重点在于 你变化的时候呢 观察自己的纸砖 看看你现在想要怎么创作你的作品 那我们在使用这些新工具的时候呢 就可能需要大家花一点时间去探索 然后呢去习惯它的特性 所以可能呢 就大家可以慢慢来去适应它 那我们遇到上面的框的时候呢 我选择直接让笔 直接画上去 那我们的带针笔 应该是已经干的了 所以画上去也不会受影响 那当你越画越多的时候 那当你越画越多的时候 你可能也会发现 下面你的柚材笔开始有一点干 上面你刚画的是湿的 所以你也可以一边观察 干后跟湿后 那个比反光的那个状态 因为下一步动作 我们会需要确保它是全干的状态 那每个人都必须自己观察一下你的纸砖 确认它是干后 才可以做下一步的动作 那这个多看我们就会比较熟悉它的状态了 好 那我们拿上来一点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断袋从底部然后flux 然后又跑到框里面 那我们呢 就稍微等它一下 大概一两分钟 但是这可能就是看每个地区的状况 就是有些地方比较潮湿 可能就会比较久一点 没错 对那我们等会见咯 好的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柚材笔也差不多都干透了 没错所以我们可以试一下 那大家刚刚刚可能也有观察说它在为湿的状态 跟现在干了的状态 那个反光感不太一样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轻轻摸摸看 你会发现它有点凸凸的 立体的感觉 没错 那摸的时候大概也可以确认说它是否真的已经干透 因为你是轻轻的摸嘛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运用这个特性来搭配我们这一支Generals的Sketch & Wash来使用 那为什么会搭配这种水溶性的呢 其实这也是先要回过头来讲到幼材笔 因为幼材笔它干后比较有一点接近塑胶一点点的材质的感觉 对然后它会有点光滑 没错那所以它会有一个效果 那我们可能可以称之为抗色 意思是当你遇到一些比较像是水分在上面的时候 通常它会水会被排开来 对就是有点抵抗的作用 没错没错所以才会叫抗色嘛 那所以它你的Flux的笔触就会被保留下来 对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准备你的Sketch & Wash 水溶性的素描笔 那所以你也可以准备好你的笔洗 就是洗水彩笔的容器 然后当然还有水彩笔 以及我们的卫生纸 好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先拿GeneralSketch & Wash 那我想要随性的在我们的Flux大概周围的地方去画 所以我不会 我不会就是直接描绘那个边 因为我现在想要做一个有点像是水墨效果的一个背景 所以大家变化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Flux的线条会有点跑出来 那笔的力道呢如果一开始还不熟悉这个笔呢 我们可以先从轻一点的力道开始 那不够深我们都还可以在家 所以外面的轮廓我只是大概就着Flux的形 我不想要让它太精确 那这是一种非常随性的画法 就还蛮疗愈的 就像小朋友在涂 没错 你就想像现在自己是个孩子 那如果今天给你自己的孩子 就是用一支笔的话 很有可能就先这样随意的刷刷刷 就像这种感觉 好 然后我们的GeneralSketch 可以暂时先放一边 其实我们会用水彩笔 所以先确保你的水彩笔是如果没有使用过的话 前面可能有一点胶是一个硬硬的状态 那你可能就可以先放到水里面 先轻轻的把它顺一下 确认你的笔毛是完全柔软有弹性的 可以沾满水 那这就是一个可以用的状态了 那水彩笔的使用呢 一般来讲水的话 如果它是会呈现这样直接会滴水下来 有水珠在笔尖这样子的状态的话 那通常来说这个水可能是有一点点太多了 那每个人用水的习惯不太一样 所以你可以边观察你自己的喜好 那还不熟悉水彩的用法 一般会建议说你沾了水之后呢 在你的鼻息的边缘至少刮个一到两下 确保说它的水不会过多的状态 好 我们准备好我们的水彩笔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水彩笔 去用水来溶解我们的Sketch & Wash 那我的习惯呢 是我喜欢用有点画全全的方式 来带那个笔触 所以边画的时候我就会沾一点水 然后记得刮一下 所以边画的时候呢 观察自己的纸砖 看看你现在的Sketch & Wash的这些水分 你想要让它往哪里去 停留在哪里 那我们的水用的不多 所以它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流的到处都是 所以这有点像是不可控的一种尝试 但你又可以随时变化 那像有些地方我就会想要保留一些笔触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那在你的纸还有一点微湿的状态呢 如果你想要有一些地方想要加深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你可以准备你的纸砖 胡适A4纸 画一些在你的纸砖上面 把这样的颜料当做一个调色盘 一样轻轻沾一点水 你会发现这里很深 然后呢 你可以去带一些你想画的地方 太深了 我再把它染开一点也可以 那因为如果你的 你的Sketch & Wash 越深的话 相对你的诱彩笔一定会更加的突出 那在它胃干的时候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点晕染的感觉 那干了的话可能就比较不会有晕染的感觉 那这个可以大家再慢慢的去尝试 那大家在画的时候 其实可以用一个手臂的距离 然后来观察一下 你目前画的 呃 画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哪边有没有需要再加强的 都可以用一个手臂的距离来观察 没错 那其实像我画的很随性 就是我不会想要完全的就着原本Floxio的线条 所以就会比较有水墨背景的感觉 好 那到这边完成的差不多呢 我们一样要给它一些等干的时间 那等干的时间 我们可以来稍微创作一下 我们上面的框 所以如果你的水彩笔用完的话 就是洗一洗 然后稍微刮干以后 再放在卫生纸上面 那一样在等干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留意我们的手尽可能不要的 不要去碰触到 这一个区块 那所以我要创作框的部分 我会再回到我的带针笔 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方式来创作你的框 任何你想到的图样 你喜欢你顺手的图样 那我自己呢 首先想要先在框里面先各夹一个线条 让它看起来相对比较有一点立体感 那我想要从上面 框上面画一个Rentangle的官方图样 叫做MIST MSST 所以它是一个线条 但是有一点抖抖线 然后下面再加一些远的 点的元素 所以你的MIST 可以有长有短 你也可以略略的有压到 你有画Sketch & Wash的地方 那当然如果它还没有干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晕开 所以你也可以等干了再来做这件事情 那又彩笔在上了一层Sketch & Wash之后就变得非常的明显 没错因为它就是有白黑灰的对比嘛 就是我们也是PP13的一个主题之一 层层 对 Transition 然后还有Layer Layers 还有Overlap 一层一层把它叠上去 嗯 那 也要在等干 所以我也想顺便做一点这边的阴影 所以这次我会换回我一般的短签笔 因为如果我没有打算要加水使用的话 那我们用平常的铅笔其实就可以了 我简单做一点阴影 好 推色纸笔 放在你已经画了铅笔的地方 轻轻的推开 这是我们推色纸笔的使用方式 上方我想加一点点 那你的纸砖如果是有一点湿湿的状态 其实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凹凸 就是软软的 那都是正常的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需要需要有时间给它 对它需要时间 那所以到这个阶段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继续用铅笔纸笔 甚至我们可以用到短白碳 来为我们的flux去增添更多的立体感去overlap 就是让它去有更多的层次跟层叠 那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就一定要等它干了 对 所以一般来讲可能至少十几分钟 甚至你要让它干到最完好的状态 一两个小时 一两个小时其实可能更加 但是这些时间都是看你 仍然地区有差 对地区有关 如果湿气 湿气比较高的地方的话 可能就会需要更久的时间 再更久一点 那我们就先把纸砖放在旁边 我们休息一下 好 好那欢迎回来 好欢迎回来 那我们的纸砖如果差不多干了 我摸摸看它 至少要确认它没有软软湿湿的状态 那个肯定不行 那如果差不多是已经有干的状态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尝试 那我接下来要画阴影 所以我先拿起我的短铅笔 那我想要在我的flux的里面 因为我希望让flux更明显 所以我会针对flux本身来画它的阴影 那我先挑其中一颗的flux 我想要在一颗flux的里面 顺着原本幼彩笔的线条 用我的铅笔 挨着那个线条去画一些深一点的阴影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感觉到你的纸 有明显凹陷的状态 那造成你的纸砖没有办法 顺利的吃下你的铅笔墨的话 那个碳粉的话那就是需要再等干一下 然后我用纸笔一样轻轻的推开 这样它的立体感就会跑出来 那flux的轮廓也会跑出来 所以我可能不会针对整颗的flux的线条轮廓去画 想要加深的话我就再回去加 让它有点层次 或是旁边想要有点淡淡的 所以每个人画画可能会不太一样 也有可能你画的是flux与flux之间的空间 或者是描绘的是flux本身的外围 我相信创造出来的效果都会很不一样 那有时候你可以画在flux的外围 去衬托flux本身的亮度 用这样子对比的方式 因为你越深的地方 黑色的地方就会衬托出白 所以像我现在就是画在断带的外侧 来衬托断带本身的白 所以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画法 画出来的效果都会很不一样 想要留一点笔触在我的断带上面 随性的留一些 好 差不多到这边 那接着呢我要用带针笔 来加一下flux与flux中间 有很多的空间 那大家可能可以用比如说填满啦 涂黑啦 或者是你想到的涂样 那我现在想要加tipple 小珍珠 在一些空白处加一些小珍珠 来衬托flux本身的曲线 你透过填满这个空间 就会辨认出它旁边其实有两个的flux 那你的小球体之间如果还有空隙 你也可以涂黑 然后你flux的线条更明显 可以选择性的做 那你的小球体 有的可能是join behind 有的可能是连在一起 那大家可以在这些空隙里面加上球体之外 也可以加上你自己喜欢的图样 没错哦 我第一个就想到stripping条纹 或者是春天应该也可以 春天肯定可以 对 看你的空间大小 有小一点的话 那你可能空间小一点你就画小一点的春天这样子 对 所以不一定一定要跟Elaine一样要画球体 大家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 然后去添加你想要的图样 没错哦 缠绕不就是这样吗 一样随时画一画 就一个手臂的距离看一下 因为你会看到有些地方你还想加 但也有可能你已经不想继续加下去了 大家可能看不到Elaine的动作 但是其实我们通常是一个手臂的距离拿起来 她是把身体往后扬 要不然指钻会消失在镜头前面 我只能非常的往后扬 就是当做一个手臂的距离来看 总有办法的 旁边有些空间我想要用一些点点的元素 随性加一些小小的装饰 装饰 没错 小细节 看起来就有一点点像 就是它有一种飘逸感 它很像在水里飘浮 然后有冒出会呼吸泡泡 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你的断袋里想要加一些图样也可以 如果你的手边有白碳笔 你想要在你的Flux里面帮它做一点打亮也是可以的 用法跟铅笔很像 找一个你想加的地方轻轻的加上去 那是否用纸笔推开就看个人 有时候我希望让它维持的非常白 我可能就不一定会用纸笔 这些工具也都是选择性的 找几颗比较大的加一下 看起来会比较明显 看起来会比较明显 我们从刚刚一开始看不到的幼彩笔 然后层层堆叠之后呢 就是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 然后再加上许多小细节之后 整个画面都不一样 这也是这一次就是PP13的 算是一个它的主题 没错 就是透过一层一层的创造跟改变 完成的差不多了 那一样可以一个手臂的距离欣赏一下 那因为这一次我自己画的方式 比较像花束 所以它看起来有一点点方向性的感觉 那所以原则上签名 我可能就是用这个方向来欣赏 所以我也会签在这个位置 那签名的地方 你可以签在图样里面 可以隐身在里面 框里面 或者是外面 任何一处 找一个你喜欢的地方 做一个你艺术家的落款 然后我们可以翻到背面来记录一下你的图样 好 今天我们使用的图样有Flux 流动 然后MIST MSST 米斯特 如果你有用到其他的 比如说Print Pumps春天 你可以继续记录 然后我们今天的日期是2021 2021 3月31 然后CDA小客厅 云端小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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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沙龙都可以 记得我们一定要再次欣赏我们自己的作品 也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创作 好 那大家可以到时候呢 把自己的作品也分享给我们 那我们会在文章里面提到分享的连结 那我们参加这一个分享的活动的话 我们也会后面也会举办小抽奖 抽奖礼物 对会有抽奖礼物 对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共襄盛局 期待大家分享的作品 对因为这应该还蛮精彩的 我还蛮想要看到大家的作品 到时候应该还是可以排成一个Mozark 可以我可以觉得 对我们这边来 所以如果你是跟朋友一起画呀 其实或者是你自己如果画很多张 就像我们画了很多张一样 其实拼在一起 互相的欣赏 这个Mozark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棒的 三个三个好了 因为发纸状比较大一点 比较长 那这个是今天Elaine创作的 然后这个这两张是 Karen创作的 对我创作的 这个就更像花束 因为她直接打了一个蝴蝶结 对我就舍弃了框的部分 我就 我就是在这边打了一个蝴蝶结 那我画的Flux呢 就是比较是Rick版本的Flux 比较像叶子 对然后里面藏了几个木卡 木卡 对然后还有 我还蛮喜欢这个Biju的 Biju 对都可以加上去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画法 像这样就比较有 有那个下雨天的感觉 因为她这边Mist的点点 它改成水珠状 然后空心的水珠状 对空心的水珠状 所以就有一种下雨的感觉 那像她这边的框呢 就比较旧着 我要说应该算是Generous Sketch and Watch那支笔 它的那个阴影的地方 它水墨带的地方 就是比较旧着它Flux本身的边缘 那画出来效果就又跟我们随性画的效果 就会不一样 对我是就着这个边缘 然后下去做涂抹 那Elaine她今天的是这样子涂抹的方式 创造出来效果不一样 对那我的画就是沿着边缘把它画出来 那我们再看Elaine的其他作品 所以当然你的框里面呢 也可以有不同的创作 对我像我这边本身就有继续画Flux 然后用Rick版本 然后各种不同方向 那你也可以用带整笔 在你的幼材笔Flux的外围 做一些些微的描框 那它创造出来的效果 其实也会不太一样 对那这一张就是 这样是昨天线上直播画 我这边就有加了Print House 对 然后当然你可以用带整笔 做更多的创作 除了刚才说的Tiphole填麦以外 我又加了很多小小的Muka 对 然后这边这也是一个官方图样 FaceQ 那当然你如果手边有其他的材料 你想要画灰砖啦 或者是用任何其他的图样 来创作类似的主题 也可以 因为今天带的其实有很多是 关于笔材的使用 跟方法的建议 那大家可以探索 当然你也可以用不同的图样 对 那探索到 你觉得 欸我好像差不多抓到那种感觉 你想要去尝试别的画 也欢迎大家多多尝试 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你的创作 没错,花束的主题 好,那我们今天的CDA云端小客厅的残绕沙龙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那我们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4月份的残绕沙龙大概会在4月中左右 那也是一样会用报名的方式 然后请大家来报名的方式 需要优先报名,因为要花一个专属连结给大家 对对对,然后就欢迎大家 我们会在那个官网上 不是官网,粉丝专业 FB的粉专,微博,CDA的就对了 对,来公布给大家 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 然后一起来共享盛举 没错,下次见 拜拜 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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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